倒出来就一手的丝 一下子 就这个绿圣人 小许拍摄的视频中 牛肉丁被倒在了桌上 有白色的丝状物 红圈处有一条小虫子还在蠕动 小许说 8月8号 她在老婆大人 鱼瑶低堂镇店 买了400多块钱零食 其中有几包是这款绿圣牛肉丁 吃东西的话 不可能一天都吃完了 是不是 28号 然后我把那个 就吃的 带到公司去的时候 然后就早上9点多 撕开袋子 然后因为它那个里面是散的嘛 我就用手去挡了一下 然后就挡了我一手的丝 里面还有条活虫 然后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活虫 这包牛肉丁的生产日期 是6月9号 还在保质期内 消息说 牛肉丁买来 4块多钱一包 她找到了老婆大人零食店 店长帮她把问题反馈给了厂家 之后 绿圣集团的一位工作人员 联系上了她 一番沟通下来 她觉得对方处理问题的态度不好 小许说 她觉得对方没有重视 就问对方是不是觉得事情很小 无所谓 我说那你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要不要我处理嘛 那你如果真的不需要我处理那就算了吧 好不好 我听你讲话还很那个一样的 怎么回事嘛 那你喜不希望我过来处理 有一句话嘛 好不好 我再跟你问一遍 你这个问题要不要我们处理 如果说需要我们处理 其他的废话就不用说了 好不好 我们就直奔主题好了 好不好 小许说 她打了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 工作人员告诉她 按照食品安全法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可以向生产者要求支付 十倍的赔偿金 不足一千元的按一千元赔付 小许表示 她反馈给绿圣这名工作人员之后 对方表示 只能给她一百块钱的补偿 她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不完全的因素 然后说是我拆开来了之后 然后苍蝇飞进去的虫子 那你觉得可信吗 绿色的虫子是苍蝇飞进去的吗 小许说 对方的说法和赔偿金额 她难以接受 便把视频发了朋友圈 也顺便提了一下 这位工作人员的处理态度 结果对方回复说 她在恶作剧 目的就是为了这一百块钱的补偿 联系上了绿圣集团的这位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 小许8月8号买的牛肉丁 8月28号反馈说 发现了虫子 中间跨了20天 虫子是不是包装里面的 已经说不清了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的生产流水线包装线都经过高温消毒 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但在运输和保存的过程中 包装密封性有可能受到影响 导致飞虫产卵 对于补偿问题 他们希望再跟小许协商一下 经销商老婆大人零食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虫子出现在包装里面 他们很难发现 小许过来反映问题后 他们已经把这款绿圣牛肉全部下架 这一批次的货物也全部退给了厂家 之后会帮小李跟厂家协商好这个问题 有报 横剑 记者报道